安波篮球快讯 2021年4月11日 华南虎预期牛前进 周日晚上 CBA常规赛迎来一场强强对话 广东华南虎与浙江金牛正面交锋 常规赛来到尾声 两队都会尽量保存实力打击后赛 而浙江金牛上仗暴冷 不敌若履福建群已是一个信号 金扑显然不会在广东华南虎身上搏到近 近期连胜不止的广东华南虎 示意可以看高一些 CBA常规赛临近结束 广东华南虎已经锁定了第一名进入季后赛 由于前四的球队季后赛首轮轮空 广东华南虎获得了更多的备战时间 本轮对阵浙江金牛是广东华南虎最后一场常规赛 球队此前比赛中球员不断受伤 令杜峰大位不满 已经下令球员要更加小心谨慎 曾经广东华南虎双外援M.布鲁克斯和威姆斯相当无解 个人能力超强得分 信手拈来 不过在他们上次对阵浙江金牛时M.布鲁克斯遭遇跟剑断烈赛季报销 广东华南虎可谓元气大伤 而浙江金牛同样也有无钱 目前已经付出 等重要球员受到伤病困扰 不过在上次打完浙江金牛后 广东华南虎战绩病莫有受到多少影响 此后三仗在M.布鲁克斯伤缺的情况下分别击败深圳领航者 北京鸭和山西猛龙 广东华南虎依然维持连胜势头 在M.布鲁克斯受伤后 赵瑞和周鹏 金杖停赛都有了更多的表现空间 在常规赛最后练兵阶段 他们状态的提升至关重要 临时牵下的基陈汤迅显然仍未能完全融入球队 威姆斯就成为了杜丰手中最后一张王牌 必要时派出场就能改变战局 示意面对同样没有权力出击理由的浙江金牛 广东华南虎赢面值得称先 阵容方面 还有前锋易建联和后卫刘全标无法上阵 浙江金牛此前已经锁定常规赛第三的位置 最后机场比赛也只是练兵位主 上仗对阵福建循 球队迎来吴钱和陆文博的付出 虽然前者在场时能够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但毕竟只是试水 出场时间不多 而且没有得分 浙江金牛最终也被弱旅福建寻报冷击败 浙江金牛实力显然不止如此 但为了保全球队阵容 以便在季后赛发力 浙江金牛对接下来常规赛战绩并不看重 论外援实力 浙江金牛毫不输时 S.兰特斯宝格 拉高西域和莫里斯尼杜尔三外援 可以为浙江金牛带来持久作战力 其中S 兰特斯宝格上仗出战21分钟就拿下19分 两分命中率超过7成 在两队均有所保留的情况下 S.兰特斯宝格金扑依然有望打出高效数据 而吴钱出场时间有望得到提升 继续为球员寻找状态 不过近况并非十分理想的浙江金牛 金扑还是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后卫成帅蓬商缺 感谢你收听安波篮球快讯 李亚西报导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